欧婷 海人 录音 《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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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贼音》 《贼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吗 不能太深 感觉还是非常有 然后里面有一些微生物 但是我看了一下 因为我也想了解一下 然后查到它分为什么狭义跟广义 其实最简单的呢 因为湿地它其实在我们有一个管理势力 叫湿地公约 国际湿地公约 它其实对它有一个定义的 但其实对我们常人来简单一点 就是一般不超过水深六米的水体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湿地 但通常这个水体它里面会需要有一些生物啦 然后其实它会有咸水 有淡水 然后有咸淡水 所以这样的统称 一般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的一个池塘 甚至是一个有收水库 其实大家都可以叫做湿地 你看这种都是叫湿地 游客 游客班 请你们离开 游客员 集资产保护局 集资停留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有游客 有时候南边边游客比较多 就是温吉飞一圈 把他赶走就完了 那个你没法去处罚他 处罚他也没必要 我们这里夏天有鸟巢 有麻雀窝 然后麻雀经常会进去 所以我们给它里面装了网 不然它进去以后它会找不到地方出来 哦 就让它们只能从这出来 对 然后这里就是鸟的屎 鸟的屎就是这样混合的 因为它是直肠子 它没有尿尿和便便的气氛 它就是一坨这样 然后它也没有办法憋住 哦 鸟的屎跟鸟是在一起的 对 它其实不是用红外线拍 它是说红外触八相机 就是长得这样的 这个吗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镜头 然后你这里如果有热的东西 就是像人 我这样手过去 它也会拍到 然后它这里有感觉 听到东西动的话 然后它就会自动拍摄照片和视频 它这样就可以看吗 当然就可以看 对 我今天带了电脑过来 然后我看看里面有拍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咦 好好奇 好可爱 这是猛形 其实在这里有 有没有画呢 是一只 在这里这只红粉 你看它有的时候就整个鸟站在这里 大家来看 是什么东西 这么诡异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往前 好两步 哎 谢谢 好可爱 好可爱 就是近了就没有办法对焦了 但是还是很可爱 但是能看近 能看近 你看你看看 哦 它这里眼睛这里有一条泪痕 它嘴好小啊真的 其实在市区里面也能看到这个的 啊 市区里面 它是市区里面还比较常见的一种猛青 这个是这个是就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不是红笋的 但是它是就是有一只鸟它吃了比如说这个肯定是你看它表面有一些羽毛的那些痕迹嘛 所以它肯定是吃了小鸟的一种一种鸟 就可能是薄牢 因为薄牢也会吃小鸟 也有可能是红笋 红笋也会抓小鸟嘛 它吃了一种 拉出来的 不是 吐出来的 不是从下面 是从上面 对 因为它没有办法消化 像这些 这些羽毛啊 然后骨骼啊 它是没有办法消化的 所以它就会吐出来 像很多很多鸟 其实都会 都会吐这种 像猛禽啊 猫头鹰啊 像什么红笋啊 这些 然后包括 鹿鸟的一些 就是你刚刚看到有苍鹿 有白鹿 它们也会吐 就是什么鱼骨头 它消化不了 然后像那种 很小的 像这么小的那种 小翠鸟 它也会吐的 它吃鱼的嘛 我们今天 干一样好玩的事情 我们要把它拆了 太少了 剪到了都不舍得拆的 但现在应该 剪得多了吧 对 我们就经常能 剪到的话就可以 有的时候 如果放开来 鸟多了就会 你看这里就有一些羽毛 这就是羽毛 嗯 我拿手啊 这个 好像只有毛的感觉 这个好像不是羽毛 这是某种 哺乳动物的毛 还是有一点手 还是一只灰色的 对灰色的 有可能是 就是小的 镊齿类的动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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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湿地日呢 我还是来看看鸟 嗯 就是因为鸟 其实是湿地 比较重要的一个 指示物种嘛 然后它又比较容易看到 又不像什么 上一次我们还挖了顶鸡 其实 对对对对 那个小螃蟹 嗯 鸡这种呢 就是可能看起来 不是那么的明显 它比较小 然后一般的人 可能也了解不多 还在那里铲子看 还是挺好玩的 哈哈哈 这是鸭子吗 对大部分都是 斑着鸭 然后有一些 鸭子能飞这么高啊 我原先 这鸭子可能 我知道鸭子能飞 但是不知道能飞这么高 这些鸭子都是从 北方迁徙过来的 就是它能飞很远的 我们的天使之路开始了 我们的天使之路开始了 我都懂了 对吧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天降一坨石 鸭石 鸭石 对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所以它每年冬天都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鸭石捡成天使 就是你看 其实有两种鸭石的 这个是吃荤的 啊 这个是就是苍鹿 或者白鹿一些的 就是那种石 而且它的石 酸性比较大 然后它是稀的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钙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稀的嘛 然后这种你看 这种就是纤维很多的这种 就是鸭子的水 它会吃很多植物种子呀 吃那些东西 然后就是纤维很多 妈呀 这拍出去会不会 哇 我们这一集非常的有味道 不仅是人类也好 一些动物也好 还有一些微生物也好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嗯 也是想让它们更多去了解这个世界上 是的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 要靠我们每个人去保护一下来的 嗯 不仅是海洋啊 什么森林啊 嗯 其实湿地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是 进去今年湿地日的主题 也是水和湿地嘛 然后后面就是生生不息 就是说湿地里面的生命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完整的生态系统 都是很需要大家去保护的 保护其实是需要我们真的一代一代去相传下去 是的 希望就是每个季节我都能来参观 嗯 然后真正的去感受可能是 然后也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到保护湿地这样一个责任中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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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